嗨,大家好,我是蓝师兄 嗨,大家好,我是Bernice老师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一堂呢 叫做描解多益听力抢分攻略 我们会精选一些题目 这些题目是来自于我们亲自撰写的 仿真的,百分之百仿真的 这跟外头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些呢,里面的一些内容 尤其是在改版之后呢 你会得到里面的一些精华,一些技巧 你一定要从Bernice老师这边里面学到 百分之百学到之后 你考高分就会变成a piece of cake 对,那么Bernice老师呢 也会告诉同学呢 如何吃这一块蛋糕 所以呢,提供了同学呢 许多在考这个听力的时候呢 你想要得到高分的一些攻略 那么你要上这个多益的战场呢 那么老师呢,也经过多年的这个教学的经验 提供给同学非常非常多的技巧 我相信呢,同学可以把这些技巧呢 善加的运用在这个考场里面 一定就可以得到高分的 好的,我们接下来呢 就来看一下我们的新版的这个听力的多益呢 跟旧版的听力多益它之间呢 到底的差异性在哪里 总题数都是100题都是没有变的 所以同学在听力的时候呢 要特别注意,你会觉得非常的疲倦 可是呢,这个是你的一个战场 没有人能替你上战场去打仗 所以要自己注意一下 时间的控制 还有你自己体力方面的一些安排 那么第一个呢 在照片题方面呢 它从原本的10题减低为6题 10题减低为6题 再来第二个 在问答题的部分呢 从30题减低为25题 这时候同学就会说 那老师减低的题目呢 当然都加在第三部分跟第四部分了 所以第三部分的简短对话呢 变成了总共有13组的对话 原本呢是只有10组 现在变13组 然后呢 总共原本是30题增加变成39题 那在第四部分呢 基本上它没有任何的这个 这个题数没有任何的增加 所以同学为什么ETS要这么做 因为呢 这些减少的题目它是比较简单的嘛 所以加在了第三部分 是主要最增加的一个题数了 那总题数还是100题 好的 那我们知道呢 这个新多益的听力呢 它在第一大题的照片叙述变少了 减少了四题 然后第二部分的问答题 也减少了五题 然后把这些减少的题目 都加在第三部分的简短对话了 所以简短对话 一口气就增加了九题 那在简短对话里面呢 会有比较少的这个转折 比如说在转折字 像however therefore actually 就是因此啊 然而啊 事实上这些字 都会慢慢的减少 那减少之后呢 它来回交谈的这个频率 就会比较增多了 所以同学一定 一定要在播放听力之前 你要很快速的扫描你的那些关键字 也就是你的题目上面的关键字 那么这样子呢 才能够把你自己所扫描到的这些关键字呢 利用这些关键字 在听到听力的内容的时候 可以缩小你的正确答题的范围 好那么在那个第三部分的对话题呢 增加了除了两个人男女之间 又多了第三个人 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个男的 或是多出一个女的 那这很多人说 哇老师那怎么办 现在有三个人的对话 不用担心 因为其实呢 你还是会在播放听力之前 快速的扫描你的题目 再来这第三个人 通常是提供你更多的资讯 或者呢 是在两个人之前 两个人对话之间的一些转折 所以其实你只要提高你的警讯 这样子呢 你的思绪就会更加的清楚了 好的 那么在对话里面呢 还有一个东西 同学要注意的就是 母音会把它省略 例如说呢 原本的句子呢 可能它有 going to 它可能会在 speaker 它念的时候 就不会念这么完整 它会只有念 gonna 就让你听到 哦原来英文呢 其实讲英文的时候 没有那么样完整 一个一个字讲出来 然后第二个还要注意的就是 它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完整的句子 比如说呢 原本应该讲 oh yes please wait for me in a minute 请你等我一会儿好吗 可是它可能不会讲这么长 它就会讲 oh yes in a minute 等我一会儿吧 或者是 oh the book is on the table 那个书在桌子上面 它也不会讲那么清楚 它直接讲 on the table 所以同学 你要特别注意在对话里面的 上下文 speaker在讲的内容 能够帮助你知道说 它哪一些东西被省略掉了 然后再来呢 Bernice老师帮你做一个总整 就是新多益的听力 哪一些题型是不会变的 第一个 总题数100题 这是没有改变的 第二个 它的整体的难易程度 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第三个 你还是要在45分钟之内 完成你的100题 所以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所以一定要好好的听我们的课程 还有Bernice老师给你的一些攻略技巧哦 好的 我们新多益的听力呢 它到底改变了这些题型的目的 有哪一些呢 第一个 它增加了一些 英文的人士 在对话里面的一些口语上面的英文 比如说呢 外国人他们在彼此沟通的时候呢 同学要培养听懂 他们这个口语的能力 也就是实际上 你跟外国人在沟通的时候 他们会有一些惯用语啊 对不对 就像你在讲中文的时候 你也会有你的惯用语 或者还有你的口音 每一个人你是从北部来 中部来 南部来的 你的口音呢 都会有一些不一样 所以呢 练习听力的时候呢 一定要多听各种英文的这些资料 例如呢 老师举个例子 有一个句子就这么说了 The name rings a bell 啊 你说老师什么意思 什么叫这个名字 在响铃铛 啊 同学 Ring a bell 这个就是英国 美国人他们的惯用语 它的意思就是好熟悉的声音哦 好像铃铃铃 每天听到那个门铃的声音 所以这个句子的意思说 哇 这个名字听起来真是耳熟啊 好 它的第二个变革呢 就是说增加了多人的对话 原本只有一男一女 现在可能是男男女 或男女女 变成三个人以上的对话 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因为这样子比较符合社交生活里面 实际的一个状况 你总不能说每一次都是一个男的 跟一个女的讲话 对不对 然后同时呢 还要考验各位考生 你的英语的记忆能力 你就不能左边耳边听进去 右边耳边跑掉的那个内容了 所以新的多益呢 它也增加了一些语气题 什么是语气题呢 就是你要听懂说话者 它的这个句子 它其实背后含有另外的一个译成的意思 所以呢 你一定要多注意一些像片语啦 或者是他们英美人士 惯用的一些惯用语啦 的这些使用 三个人的对话 让同学可能感觉起来说 哇 老师 那我这样要接受的听力的讯息很多 其实不用担心 一样 你就是在要播放听力的之前呢 先把你的题目阅览一遍 抓出那些关键字 那这样子就可以缩小你的范围 集中你的注意力了 好 接下来是第三点 我们要讲的就是新多益里面 新增的图表题 这个时候呢 要考验考生的呢 就是你要边听 你还要看你的题本 你还要理解 到底你今天拿到的图表 是跟什么有关 所以呢 图表里面如果有数字 你就要注意那数字的最高点在哪 或者是最低点在哪 这种比较要注意的地方 然后还有呢 对话一直听到了最后 有没有可能出现一些转折 或者是突然他临时的更改了一些行程 或者是一些决定等等的 好的 在我们讲解完新旧制多益的不同之后呢 希望同学都很了解了 我们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 也就是新智的听力准备的重点 还有得高分的一些技巧 压力准备的重点